美国肯达基州的维琪夫妇收养了两名中国女孩 在2019年成功跟在中国的二女儿梅和 也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文件程序 却因为新冠疫情无法将孩子接回家 维琪表示这位女孩已经叫自己为妈妈了 四年来每天跟维琪夫妇视讯通电话 分享生活的点滴 一直期待有个家 如今已媒合的孩童被禁止出国 让维琪非常痛心 无法履行对孩子的承诺 华尔街日报分析 大陆自从疫情以来出养孩童人数逐年下降 这项新政策反映出中国人口的变化 也反映出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 人口从过剩转向出生率急速下降的困境 中国政府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 今后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 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 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 CNN表示从1979年到2015年的一胎化政策 导致许多大陆城市家庭将女童跟身心障碍儿童送进孤儿院 也为跨国收养打开了大门 近年来虽然放宽了生二胎跟三胎 依旧难以拯救中国的人口下降问题 因此此举或许跟人口数奏降 年轻世代婚姻观改变 以及中美关系紧张升温有关联 但是不管局势如何变化 受害最深的依旧是等待有家可归的孤儿 以及期待能接已媒合的孩子回家的数百名父母 记者孙一珍报道